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视当猫TV,我是Joyce 我是Alan 今天我们来到淡水一间新开的铁板烧 就是在淡水指运站隔离的 叫名水盐,是近期很热的一间餐厅 我们训练有多久? 差不多一个月 无的河景,淡水河望着观音山 它是有两个餐 一个是$1600的基本餐 有龙虾,A5和 还有干贝 如果加到$2400 就会多了鲍鱼 还有鲍鱼 还有鲍鱼 还有整条鱼 还有海胆 我们今天是$1600 因为第一次吃,不知道好不好 如果好吃的话 我们下次再吃$2400 加入会员送烏鱼芝 它这个是泥芝烏龙茶 它的泥芝味很香 厨师正在做龙虾头 稍后就会拿进厨房里 帮我们煮美震汤 已经闻到很香 海鲜汤了 哇,喝到很浓烈的咖喱味 很多贝类的味道 是,这个挺好喝 小小一碗 这个是绿虾芝士蛋卷 它用了绿虾糕 做了一个蛋卷 然后配上下面一份鸾鱼 好,我先吃了一口 非常香的龙虾味 很浓烈的龙虾 它是很厉害的 很香味 你可以看到很多虾糕在里面 每一口都吃到虾糕味 很好吃 白海肚干 它今次的食材和刚才那个不同 这个食材是虫叶蟹肉 刚才是三文鱼汁 它的底部就是用海草煮成的一个酱 海草酱很浓烈,好吃 它的顶部还加了一些鸢椰子粉 它整件东西的味道是很夹的 你一入口就吃到一个很浓烈的海草酱味 然后就会吃到一些虫叶蟹香 最后就吃到那个大纸的味道 我觉得是夹得很好 它的熟度都控制得好 VPN是虚拟私人网络的简称 可以令你更安全才能上网 它可以隐藏你的IP 加密互联网使用的流量 客户就很容易追踪 和盗取你的个人资料 Surfshark的VPN有一个Keymail功能 可以帮你阻挡广告,追踪器 乐意圆体和网络钓鱼 除了保证上网安全之外 你还可以用VPN来转地去看剧和网绘等等 Surfshark是唯一一个VPN 因为全球一百个国家都有伺服器 而且是不限使用设备的 你全屋所有设备都要同一家币去使用 现在和我们的公司公司公司 订购2年VPN的计划 就会有额外4个月的免费使用期限 如果你是出去使用的 我们的Info Box有个连续 你按去登记就可以使用了 这个是高汤娃娃菜 加了一粒日本的芋头 没有台湾的芋头那么厚 然后最上面的食材 加了淡水的名产鱼酥 还淋在高汤上面 芋头的味道真的没有台湾那么厚 真的有点骨头和山羊之间挺有趣的 加上鱼酥是挺好吃的 凝光小鱿鱼 下面有一块肉脂大鱼 闻上酸酸甜甜的味道 嗯 一口吃完才吃到口感 它的螢光柔鱼是淋 加上花椰菜色 淡淡泡又有淋的口感 又有上脆的口感 豆腐本身有点点咸味 加上它的芋味奶芝汁 你看 又有一些柚子酱的味道 这个是入会礼送的乌鱼酯 看看配上苹果和落伯 好吃的乌鱼酯 配搭苹果和落伯 挺清爽的 这个是马祖淡菜 用大量的蒜头去爆香牛油 然后再加清酒精主义性 这个淡菜的口感很嫩滑 而且蒜头味很浓 再加一点辣的萝卜泥 整个味道是很夹的 这个是跟餐煎鱼 已经挑骨了 萝卜是用高汤煮了 然后淋上汁是用鱼头和鱼骨 去滾成的鱼汤 好香 我觉得这个鱼吃下去是一般的 因为有点鹹 可能本身鱼的质地是不够滑的 但是味道是好吃的 鹹魚小卷 没有什么味道 就这样煎熟它 但是它的美乃滋酱很厉害 是用大量的酸口和韩国的柚子酱打出来 还配上海草 这个美乃滋酱很好吃 很香酸辣味 我一放入后也吃了美乃滋酱 而且它的质地很轻盈 近乎是气泡状 是的 这个酱很绵密 搭了美乃滋酱很好吃 哇 这个龙虾出来了 现在很香 我说不到话 我要欣赏它 肠胃炎也要吃 哈哈哈哈 每一道菜吃之前 厨师都会说一下 究竟是怎么吃 还有下的菜是什么 这个就是清蒸龙虾 它的龙虾鉗 就是先沾蛋液和面包糠 煎出来 然后它的汁是白香果 再拌乳酱 是很特别的 它已经很安静了 你一撕它就可以出来了 哇 我掉了这面包糠 嗯 嗯 很香 咦 当时用蝶蝶来说 我觉得它处理得很好 刚刚熟 嗯 再试一下 煎太甜 哇 很好吃 你看哪样好吃的 很难拿 各有各的风味 它那个面包糠刚刚是酥酥脆脆的 很棒 我這個是A4和 肉味比較重 試試看 吃的時候有點爽口 但油脂味很厲害 會流入味道 我覺得油脂也有多 今次A5究竟有多豐富 神經病 很香 油脂分佈是多很多 A5是完全不用咬 輕輕地用料理 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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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A5我覺得一兩塊就差不多了 如果吃得多的話 我會選擇吃A4的口感 我也覺得是 A5的油脂是好吃很多的 龍蝦味真湯 真的有龍蝦味 還有一粒龍蝦肉 這個味真湯是屬於清清的 不是很濃烈的味真湯 我挺喜歡 因為現在吃到有些柔柔皮 清清的味道 炒飯 是非常之香 你就這樣看 你會看到 粒粒分明 一粒粒分開 一定好吃 不用吃都知道 跟想正的一樣 粒粒分明 是很美味的炒飯 你最滿意的餐點是怎樣 今天 龍蝦 我是玉子燒 玉子燒 也是 帶子我也很滿意 因為我覺得配搭得很好 那你推不推薦親友來這裡吃 推薦 推薦 我也推薦 我覺得很划算 其實我們之前也去過另一間鐵板燒 我家也要1200元 差不多了 我覺得質素跟這裡差不多 這裡只貴400元 我覺得好的價值 這裡只貴100分 這裡只貴100分 那裡只有3分 但是那間是很多遊客去吃的 最後一道了 香蕉煎皮 朱古力搭香蕉 不能輸 真的好吃 表皮還有一些酥脆 香蕉已經完全融化了 好吃 熟香蕉很好吃 我覺得它的奶酥味多了一點 我不太喜歡奶味 我一直都不太喜歡奶味 但是我覺得很好吃 這個 而且朱古力也不甜 因為是80%朱古力 對 即是美朱古力 吃到超飽 超飽 超飽 給多少分 10分滿分 也有去到9分 我也覺得是有9分 1600元 這個是超划算 我很欣賞它 它每道菜 其實都是有花心思的 它每道菜的食材都不同 它的醬汁是自己做的 它全部都是有 要注意到細節的 還有我覺得整體整個菜式都很豐富 它的醬汁是沒有重複過的 是每一道都不同 所以我說它是有仔細去想過的 是 全部的東西都是配合的 結論是 我下次會再來 而且看著淡水河的景 真的是一流 剛才吃吃吃吃 我忘記了看日落 我很新來到這裡 其中一個我期待就是看日落 但你已經經常都看了 你是淡水居民來的 但可以在高處看 我覺得應該會有不同 但我忘記了 如果你不是住淡水的 你真的可以預約這間餐廳 但記住是預約5點半那一場 你就可以一邊吃東西一邊看日落 我知道這條片 人們又說 你又說膽固醇這麼高的 又吃這麼多東西 自從你說完你膽固醇高的那條片 應該是每一條你吃你的片 大家都說你膽固醇 我膽固醇 是啊 我們今天拍這條片的時候 剛剛就是出我們去夜市的那條片 我已經看到有留言 我膽固醇高還去吃夜市 但今餐是真的超標的 但其實我們去台南 我們去夜市 全部都是吃了兩口 全部都是它吃光的 所以吃到腸胃炎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住幫我們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我們很想快點到10萬訂閱 靠大家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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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